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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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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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发性脑水肿吗 没有外伤没有中毒怎么会突发性脑水肿呢 医生说在高原和高空的特殊环境下可能导致死亡 你去过要一架飞机 我要从杭州叫个人来 什么时候 马上 王岐 三十六岁 原保密所七零三所运动物质 从事新能源系统 新能源计划 关乎运动物质 国家未来 王岐辞职前窃取了核心技术 藏在一个电脑硬盘里 带出七零三所 并正准备出售给某境外奸敌主 行为 王岐 我说外天 整康能完成这些任务吗 整康是狂好钢 我明白了 好钢更需要重魂 我会对那很尖 王岐的情况大概都知道了 知道了一些 把你从杭州调过来 是让你去扮演 王岐的地主王浩 你们俩长得很像 现在王岐死了 他跟今晚间谍组织的交易 要由他记得王浩的警察 从现在起 亲自王浩 但是你只有两天的时间 在学习怎么样扮演王浩 他是个黑社会臭流氓 在泰国提论看多长 王人收账看人 你的性格好像用了内心 我们见见王浩的人 因为我认识的 你出席把你出来 你出席把你出来 王岐的突然死亡 使我们无法追踪到 与他进行交易的境外间谍组织 目前唯一的方法 就是由你扮演他的弟弟王浩 又是对方与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百个里头就找不到一个 三哥 你不是瞎 要调个一个序呢 嘿嘿嘿 背后说人闲话 小心冲的被撑压 嘿嘿嘿 说我死有人给你钱吗 小心又输了 嘿嘿嘿嘿嘿 瞎 这帮我 呃 梁凯 哦 梁凯 哦 梁凯 哦 你好 哎 是不是我 石浆在底下摔伤了 快 快 快快 啊 啊 这就被找到 好 乱乱乱乱 打电话 打电话 骨折了 骨 骨折了 骨 骨折了 嗯 不就是 崴了一下吗 怎么又断了 打石膏吧 住院 这 这 还要住院啊 交给你 也不知你四叔 有没有把鱼放进冰箱 要不该抄 嗯 本来想着熬鱼汤子了 嗯 拿着他陪 哈哈哈哈 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石膏都硬了 哦 那我去看看 前天交完车付钱 您身上不还有两千的吗 输了 输了 爸 你快点儿 硬飞呢 没钱 动不动出院 动不动出院 应该开宾馆呢 我箱子里有 回家一套吧 好 在王岐的遗物里 少了一样东西 他的手机 所以你要马上行动起来 尽快地把手机找回 他跟境外间谍组织联系的方法 都在这个手机里 还有他偷走的电脑硬盘 存在了银行的保险箱里 账号和密码也都在那部手机里 好 好 三哥 鬼哥 鬼哥 收钱人就想跑 没有没有跑 没有跑 老婆一又病 过来 鬼哥 三哥 你们家房子能跑吗 老婆今天又摔断腿了 够惨的是吧 什么就是啊 我告诉你啊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是你还钱的日子 你惨了 鬼哥 等我老婆出院以后我就还你 好吗 哎呀 街里街坊的是吧 要不这样 你压点什么吧 哎呀 压什么压呀 我老婆出院 我肯定还 哎 我看 哎 拿过来 我女儿的 我女儿的 真的是你女儿的 哎呀 你女儿的更好啊 哎 好 手机呢 先压在我这啊 你呢 拿钱 来换 哎呀 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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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表情不对 你不要老是这么笑 我都能看出来 王浩怎么可能这么笑 我是在笑 我居然跟这个臭润膀胀的一模一样 真的实在太像 主任我想问一下 除了靠我这张脸 难道我们公安局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你是不想参加这个任务 没有 我只是不想以这种方式参与你 这个丑门王太多了 我真怕我眼不好 沈抗你的任务结束了 你可以回杭州了 你去吧 组组 是 大家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除了我这张脸 我还有其他很多特长 像生物 电子 工程 哪怕是心理学 我都会为咱们这个任务 提供很多帮助 我相信 我的简历应该 别废话 从来不看什么简历 什么样的人我看一眼都知道 真不知道你的老师怎么推荐了你 是他糊涂了 还是让你给蒙了 我的哪个老师 跟你没关系 我看你的老师怎么推荐了你 复理娱乐城的老板张斌 是王浩的朋友 他熟悉三教九流 经过动员 他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 配合你进行工作 丁哥 好 好久不见啊 快出去 去我办公室 蔡主任跟我说了 说你愿意配合我们工作 多谢 有劳你了 给你提供掩护 配合你工作 没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跟阿浩很熟 在我们在泰国 都是他照顾我 在岭南 我照着他 只要 我说你是阿浩 你就是 你刚才一直看着我 是看我像不像 远看挺像 近看也像 不过你别说话 一说话就不太像 那你能够举个例子 刚才 我哪不像 这样啊 您能不能再跟我打一次招呼 来 丁哥 不不不 我跟你打招呼 这样可以 你跟我不行 你是我的客人 我是主人 按年岁 我是你大哥 你 你这样 兵哥 好 兵哥 不行 你这下不够狠 这把抓爱子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是看看兵哥 老了没有 肌肉是不是松了 如果松了 底下小弟会造反他 第二个意思 小弟在大哥的地面上 大哥 来拉小弟 兵哥 哎 不不不 这下又太狠了 如果真是大哥 让你这么捏的 会以为你要动手啊 好 再来 敲似 哈哈哈 敲似 这回有点意思 那个啊 明天你得陪我去趟红布 把我哥的东西拿回来 我哥的手机在飞机里 一定要拿回来 我哥的手机在飞机里 回去吧 明天还出车呢 那是 哎呀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照顾的了 也就半夜用个体盆什么的 走吧 那你 你明天也要上飞机呢 就是个服务员 不花脑子 快 妈妈 爸 抽屉里还有几百块钱 你拿着这两人家里用的 嗯 小娃 怎么了 爸 我不着调是吧 你都当空姐吧 可钱都用在家里了 到现在连一件衫上的衣服都没有 爸没用啊 连你妈看病的钱都没有 她老拿你的 可我 我的妈还老偷偷钱 你是不是又赌博了 没没没没有 真的假的 哎 没有 那好吧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过两天我就要转外行了 紧贴到大了 好好好 那 那我明天送你去机场 好 怎么办 哎 乱小心啊 哎 谢谢主题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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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咖啡 嗯 好 哎 再见 你知道吗 王岐是被人用担架从飞机上抬出来的 据说他在飞机上就死了 你怎么知道 哎 你不饿 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呢 如果担心能解决问题的 既然不能解决问题担心有什么用 还不如高高兴兴 该吃照吃 该睡照睡 该做的事情照去做 你别那么愁眉苦脸 我是愁着报告怎么 咱们付了钱东西没拿着 王岐拿了钱可是死了 这听起来就像是鞭子 老板能先听吗 嗯 第一呢 王岐是拿了钱 二 他好像是死了啊 三 听起来像 像鞭子 你不都做了总结了吗 嗯 什么 听起来像鞭子 他就是鞭子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咱们假设一下 如果我是国家安全局的主管 遇到这么大一单k的 我会怎么办 我完全可以叫王岐先消失的 然后我去找一个我自己的信得过的人去顶替他 让他赶紧引对方上钩 那对方该怎么办呢 如果对方知道他是个冒牌货 我想他也活不了多久 我现在是王浩了 要面对我周围所有的人 我们得小心 我们得小心小心 再小心 不能出任何差错 出任何问题 可是我现在进入不了王浩的状态 我脑子很乱 我有点紧张 那就先由我挡着 你尽量少说话 王浩说他搁手机不见了 所有东西都在那了 这是记录单 记录单上的如果丢失 我们负责 记录单上的如果没有 那我们也管不了 你少废话 他上飞机以后 还给阿浩打过电话 他带到言论网那打电话去了 要不要我打出通话记录单 来证明一下 请你让这位家属 自己跟我说话 他哥死了 他很难过 请问你是谁呀 我们只能当事人家属承认 你是谁家属 谁天的大都 谁填的很重要吗 谁填的很重要吗 你把他叫我 要跟他说话 先生 这可不符合我们的规章制度 我们要招张成办事 空中乘务员送走乘客 检查机舱 然后填写空城记录和物品单子 我们这物品单子上 根本就没有手机 如果你们说 你们非丢了个手机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我们是赵张成办事的 赵张成办事 你 你这个人 你什么态度啊 你怎么会这么说话呢 你怎么就赵张成办事了 这是不是人邪啊 我问你 是不是人邪啊 是人邪 我想跟他谈谈不可以吗 都在呀 陈主任 有事儿吗 那天死人的事儿 我能进来吗 进来吧 陶涛 贵美 还小婉 都过来吧 其他人回避一下 谁是李小婉 谁是李小婉 小婉 别害怕 这位先生 想问你几句话 他就是2717出世的 那位王先生的弟弟 是你贴的吗 是 手机呢 我哥哥有一部手机 知晓这个没有手机信号 对了 是有一部手机 开始是有 后来 后来 后来手机去哪儿了 一开始是有的 一开始是有的 后来 后来 就没有看见了 谁看见了 先生 一部手机不至于吧 我一直在哪儿了 你怎么会没电话 就是我 其实对了 不是 一个人在哪儿了 你的手机 也得到了 他帮助了 我一个人在哪儿了 你看 再扶桑吧 心情不好 让你少了多钱 王先生 我想我可能知道 你哥哥的手机在什么地方 好 我捡到过一部手机 在哪儿 我想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跟你解释清楚 整个过程 好 不着急地帮我说 手机我确实是捡到了 可是我不知道是谁的 因为当时那个情况 特别地混乱 我记得 手机是在小婉的箱子旁边 我当时顺手就飞进去了 我知道你找了那么多手机 到底是不是这一步 也许 也许 也许就有小婉的呢 叶惠美 瞎编了吧你 干嘛呀你 你确信 是塞到小婉的箱子里了 我没记错呀 上面有这小熊 王先生 就算在小婉的箱子里 我想这应该是个误会 那是你的箱子吗 不是 你的箱子吗 在那边 打开看看 我真的没有 打开看看 干嘛那么凶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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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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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tirred nervες 出汗了 你们平时都这样吗 连女人都打 我们 我是我 他们是他们 干我这行呢 总要跟各种各样人打交道 我动手 是怕你拿不下那个 逃什么呢 我那是帮你 对不起 刚才我心里不大舒服 我从来没这么对过人 更何况是女孩子 问题不就出在这吗 你根本就不是王浩 我哪不是王浩呢 我之所以说你不是王浩 不是因为你的长相 你穿的衣服 走路的姿势 这都没有问题 最关键是你的心不是王浩 你的思维不是王浩 真王浩 真王浩 比你狠十倍 赖十倍 恶心十倍 甚至百倍 今天 如果有人认识真王浩 你一定穿帮 你呀 还是把那衬衣脱了 把纹身露出来 你说啊 我今天要不这么狠 我要不动手 我怎么完成 卖主任交给我的任务 我怎么协助你工作 对不起 你给小王浩查一下 好 再见 好的 你小王浩情况我知道 你来啦 你去还是我去 你去还是我去 王王先生 我找 老哥 找点什么事啊 呃 来来来 借一句说话 借一句说话 要不 你跟我上楼去一趟 我再帮你看看 美女 刚才我放了你一把 现在我们该想这条件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让你交出来 你没面子 好 现在呢 我出双倍的价钱 把我的手机买回来 大家明里不做按理做 交个朋友怎么样 美女 我花钱买我自己的手机 还不够给你面子的吗 你面子上下不来吧 是不是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现在没有其他人 就我们两个人 我说 我说有家里人 如果他们收到了 找到的话 我一定还给你 好不好 哎 三业 道上的兄弟帮我打 行了 你家就在这住 你们家老娘生病缺钱 所有的钱都丢到医生口袋里 你们家缺钱 你也缺钱 你知我知 我了解 你们缺钱 所以呀 我给你们开的这个条件多好啊 你有的钱赚 我的省的费事 大家没有负担了 别人不缺道 就他们两个人知道 不忘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说你 喂 哎哎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出什么 黄先生 如果看了你的手机的话 我一定会交给你的 这回没都已经说了 那个手机不是我放在箱子里的 不是我偷的 我从头到头 我就没有看见过那个手机 你问我多少遍 你给我出多少倍的价钱 我都没有看到那个手机呀 我们家是没有钱 可是我不会拿那个手机 我不会拿那个手机 说还要让你拿钱去买回去 我们家就没有那样的人啊 好好好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哎 我没怎么着 你哭什么 你别喊什么 你都没人天天 我 哎 要不要士兵 要不要士兵 不要激动 我去给你买兵 好 买菜是吧 对对对 买菜 哎 我的钱该还了吗 忙不上了天 忙不上了天 好不好 我好像看见小碗啊 要不要把他叫来 给他打个电话 小碗怎么也不着急呀 是不是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 不在乎这扩手机了 啊 啊 丢的手机会出现了 在新花大礼店里 我看见了 我看啊 啊 往往招 imperative 有一个叫夜来呼叫 它的呼叫 这个夜来呼在人类的路开了一家手机键 叫八坑电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